怎麼辦?有人說之後買更便宜 但又有人說買方市場才是進場時機 我只是一個單純的蜘蛛客 到底該如何下手 在這邊先恭喜大家 因為羅大叔今天要告訴你 到底怎麼挑可以買到保值的房子 讓市場好時漲到你 市場壞時也可以扛得住壓力 影片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 這會讓你有機會找到市場中好的房子喔 歡迎回來好市房產的頻道 我們是一個深耕桃園的房產公司 除了房屋買賣與租賃 也希望透過更多實戰的經驗 讓大家可以了解更多房產的知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房屋買賣的實戰技巧 歡迎追蹤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資訊喔 會分享今天的這個主題 是因為最近羅大叔接到了一個客戶 楊先生的電話 電話內容是這樣的 他因為工作掉職 所以需要搬來桃園 去年在新竹自租的房子賣掉了 原本想說房市不明確 所以到桃園之後先租個一兩年的房子 未來再慢慢尋找自己自住的房屋 照著這個計畫後來也順利的搬到一間全家都很滿意的租屋處 沒想到才住進去三個月 屋主就突然跟他說 真的很抱歉 因為長輩的關係需要用到房子 願意賠償違約金 希望他可以提前搬走 雖然很不願意 但聽到屋主的難處 如果賴著不搬也不太好 所以就同意屋主了 但搬家真的很累 家裡有一個小朋友 太太又懷了一個 好不容易才就定位 萬一下次又遇到類似的狀況 他真的會非常崩潰 另外啦 他原本賣掉房子有一筆現金 因為有買房的打算 所以完全不敢動用 亂投資怕變少 放在戶頭又怕現金變薄 到底該怎麼辦呢 聽完楊先生的問題啊 你是不是也有和他類似的煩惱 其實我們常聽到別人說 什麼時候可以買 什麼時候不能買 或很多房價漲跌的資訊 羅大叔真心建議你啊 冷靜一下思考 自己真正買房的動機是什麼 就拿楊先生為例 如果是我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一定會選擇 讓老婆和小孩有個穩定的住家 因為買房子的源頭 應該是讓家人有一個安定的感覺 更何況啊 其實買房是有技巧的 你只要掌握啊 今天影片說的兩個原則 會讓你有機會買到 具有保值性的房子 這樣是不是可以不用擔心進場的時間問題呢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重點 其實要買到增值性高 不太會疊價的房子 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那就是接手性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理解兩個觀念 第一個是市場機制 所有的買賣都離不開工需問題 房市熱需求量大 不擔心缺買方 但房市低迷時需求變少 所以我們就要找到哪些房子依然有需求 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 房市再差 剛性買盤依然存在 只要看看數據就可以證明 上一次房市最冷的時期是105年 當年度的移轉量約24萬 和房市不錯的111年 移轉約31萬棟比 雖然少了7萬 但仔細想一下 24萬棟的移轉 還真的不是一個少的數目 所以啊 雖然市場有投資買盤 但有更多的人是因為有自用的需求 所以聽別人說 完蛋了 市場反轉 投資客收手 房子不能再買了 其實啊 真的不用過度悲觀 因為基本買盤的量 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第二個觀念是 為什麼價格會跌 市場好壞都有漲價和跌價的房子 我們應該來找房子真正跌價的原因 當然啊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 但我們實際接觸的案件中 有一個致命的關鍵 就是沒有買方願意接手 因為如果屋主一定要賣掉 但是沒有買方願意接手 最後一定淪為降價的命運 也就是說如果市場不好 但你的房子是多數買方要的 那我敢說 你還是有賣比別人高的機會 簡單來說 第一個觀念是 不管市場的好壞都會有基本的買盤 第二個觀念是 熱門的產品就會有人接手 甚至還有賣好價格的機會 所以如果自助需求的客戶 找到接手率高的房子 就真的應該認真決定 那關於怎麼找到有人接手的房子 羅大叔就說說自己購屋時在意的兩個重點給大家參考 分別是熱門的商圈和主流的產品 第一個 為什麼要選擇熱門的商圈 因為人潮總是往地點好的位置急 有人潮就會有前潮 人多也意味著會有人要買這邊的房子 你們知道嗎 其實台灣的城鄉差距非常的大 先給大家一個數據參考 111年的全台房屋移轉量是 318101件 其中它6都的移轉是 243633件 光是6都就佔了76.6% 如果加上新竹 一共移轉了263883件 大概佔了總成交量的83% 這其實很恐怖喔 台灣20個行政區 光是這7個就佔了83% 所以啊 如果可以選擇這7個行政區的房子 真的會比較妥當 回到今天要說的熱門商圈 範圍要縮小 指的是這個縣市裡面的熱門地區 又說的比較抽象 羅大叔就直接帶大家看看 怎麼樣尋找熱門商圈 我們就以桃園來舉例 第一步 我們可以先在網路上搜尋 桃園歷年移轉量 這幾個關鍵字 就會看到數據 去年的桃園移轉量 大約是43000多個 那第二個步驟呢 是找出桃園市每個地區個別的移轉量 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麼多的地區 但特別熱門的有 桃園區 中壢區 還有龜山區 那第三個步驟呢 是確認這些熱門地區的成交分布 我們可以打開內政部實價登入 選擇地圖的模式 把條件填入之後呢 就會一目瞭然 像龜山這個地區呢 我們就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龜山有橫跨林口和桃園 但很明顯啊 是林口的移轉量比較大 用這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看出哪邊才是熱門的區域 再來我們看看桃園區 桃園區的密集度比較高 雖然比較平均 但還是可以從地圖中看到幾個 例如像大業大友區 一文特區周遭 龍安國際這幾個區塊 都會比較熱門 因為這些區塊的量大 代表啊 會有比較多的買方考慮 買方多比較不會有接手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當好在找這幾區的房子 風險性啊是相對會比較小的 當然你還可以更仔細的去觀看路段 我會建議啊 可以跟著這種熱區的方式來去尋找 那第二個重點呢 是主流產品 跟剛剛商圈一樣的概念 如果多數買方需求的產品 一定相對有價值 不過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差異 像台北和桃園的買方 要的就不太一樣 例如空間的大小啊 或是屋林的新舊啊等等 有很多的差別 但通常我們會用總價來分辨 羅大叔一樣帶著大家 一步步來找到我們要的資訊 我們一樣用桃園來舉例 第一步呢 是直接進到內政部的十家登入網站 查詢你想購買的地區 然後啊 在進階搜尋裡 勾選相關住宅的分類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住宅成交資訊 第二步呢 是我們把這些資訊整理出來後 抓出各種種類 例如公寓、大樓、透天等等 各自的移轉數量 我們再把成交總價的區間 抓出來做一個區隔 最後用進階搜尋 再搜尋出房型 把各個房型的成交做一個分類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表格 是剛剛用上面的方式 整理出來的資訊 表格中的數字呢 是只留下住宅的成交資訊 我們有把一些車位 和特殊交易扣除 最後啊 我們來看看表格中呈現的數字 111年 桃園區的住宅移轉量 約3888件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成交的資訊中 判斷桃園的熱門產品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種類非常明顯 如果以類別來看 大樓成交2431件 完勝其他所有分類 這個結果呢 也沒有什麼疑慮 因為符合現在所有人的購物需求 第二個呢 是總價區間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種類的成交區間不一樣 據公寓和大樓為例啊 很明顯公寓的總價需要在800萬以下 而大樓則是在800到1600萬 看到這邊啊 我們發現桃園啊 爬樓梯的公寓 如果高於800萬啊 可以的話 盡量不要碰 因為未來啊 要轉手 市場接受度可能會非常的低 再來啊 大樓物件如果總價超過1600萬後 就開始逐步遞檢 我們得到以上的資訊之後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房型 我們可以看到啊 公寓和大樓都分佈在兩房到三房 那其中三房又是最突出的 但裡面有一個數據 就是透天好像不太一樣 透天幾乎都落在四房以上 所以啊 如果你要買那種較小的透天 大家就可以斟酌考量 好的 我們看完上面的資訊 從數字裡啊 可以找到一個黃金的比例 如果在桃園的大業大友區 藝文特區 隆安國際區 裡面的大樓產品 而且啊 是三房的格局 總價落在800到1600萬以內 如果你是買到這樣的物件啊 未來啊 真的要拿出來賣 不管市場的好壞 相對願意接手的人啊 都會比較多 你也比較不用輪為 那個賣屋需要一直不斷降價的屋主 說到這邊呢 可能有些人會說 這個黃金比例的條件有點寬 確實買賣有很多變因 譬如格局啊 裝潢樓層都會有落差 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一一比較 但相信聰明的觀眾一定可以舉一反三 用這個方式找到大概的方向 不過有件事情需要提醒大家 重點是自己的需求 千萬不要需求是四房 但為了上面的結論 硬是要去買三房 你可以用四房的區間來去評估 活用這種方法判斷你要買相應的產品 才是正確的方式 好的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買賣不會有絕對的答案 但至少羅大叔自己購物時 會選擇熱門商圈和主流產品的方式來去判斷 最後呢 用這些資訊來決定我是否購買 如果你和楊先生一樣是個幻屋族 不妨你可以用這種方式評估 讓你可以買到漲多疊少的好房子喔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或是覺得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 希望大家幫我們按個讚或是分享出去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實戰的房產知識 請幫我們按下訂閱的按鈕 我是羅大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